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一直遭受各种各样的困扰 在朱迪很小的时候就被米高梅的老板看中 她长相甜美 声音清脆 外加她的家庭贫困 母亲希望她能够尽早地参加工作以补贴家用 所以从两岁开始 朱迪就在摄影棚和拍摄片场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演艺公司里面优秀漂亮的女艺人实在是太多了 朱迪相形见出 鼻梁不够细 身材不够好 个子不够高 这些都成为了小朱迪心中的屏障 她一直都很自卑 为了更好地营销朱迪 演艺公司时刻要控制朱迪的体重 她不能吃正常的饭菜 只能依靠各种胶囊保健品冲击 晚上睡觉有助眠的药 早上起床有起床的药 日复一日 这些药物就像一颗颗深水炸弹 埋在朱迪年轻弱小的身体当中 与此同时 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她 要忍受经济公司管理层的性侵犯 她一旦反抗 经理就会用各种手段威胁她 而年少的朱迪就像一个玩偶一样 被经济公司毫无人性地拳拳掌握 本应两个月以后的生日派对 因为日程安排被提前拍摄 只是为了博得观众的眼球 已经工作了18个小时的朱迪不堪重负 工人拒绝拍摄 跳到水箱里面 想体会一下游泳的快乐 但是这种反抗注定是鼓里无缘的 把头发弄干 换好的衣服 日常的工作她仍要继续 年少成民注定要背负更多 这种光辉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中年朱迪在经历了四段不成功的婚姻 生育了三个孩子之后 负债累累 没有了当年经济公司的加持 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公寓 朱迪只能带着两个较小的孩子 四处走穴以为之生计 那天走穴之后 三个人无处可去 为了孩子们能有个睡觉的地方 无奈之下 朱迪只能带着他们 去到前夫家 前夫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 跟着朱迪半夜走穴 流离失所 心里很不好受 他决定跟朱迪打官司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朱迪愤而离去 他去大女儿的家借宿 大女儿正在办派对 大家都在狂欢 朱迪也无法融入到气氛中去 于是变在角落里独自喝酒 这时 他的粉丝米奇 发现了角落里的朱迪 两个人相聊甚欢 朱迪现在一无所有了 唯一的精神支柱 就是他的孩子们 他是无论如何 都要和孩子们在一起的 但是冷静下来的他明白了 只有赚钱买房子 找律师打官司 才能永远地和孩子们在一起 恰巧这时 英国的一家公司 邀请朱迪去演出 他在英国的声明 依旧火热 即便不仍与孩子们分离 但为了生活 无奈只能背着巨额贷款 来到伦敦 踏上了一条付出的道路 新的演艺公司 给朱迪配置了新的公寓 新的经纪人 新的乐队领奏 以及数不尽的演出和工作 虽然朱迪有心思付出赚钱 但是常年服药所带来的失眠 离开孩子们所带来的精神压力 让他每次演出都叫鼓鼓跌 首场付出演出前夕 朱迪由于失眠和精神压力 始终无法回归状态 演出前半小时 他仍然在公寓里面喝酒 经纪人带着化妆师 去公寓找朱迪 紧急换装化妆 联盟赶往现场 很久没有面对这么大的舞台 让朱迪内心忐忑不安 但还好 最终他还是完成了演出任务 博得了满堂喝彩 又是一天演出结束 焦虑的朱迪 等人群散去后 从舞台后门出去 他想要在美人的地方散散步 刚出后门 他就遇到了一对男童星恋 他们是朱迪的忠实粉丝 见到朱迪之后 简直欣喜若扛 更加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朱迪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可凌晨的伦敦街头 餐厅都关门了 只剩下街灯暗黄的在照耀着 但两人无论怎样 都不想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们便提议 朱迪去家里做客 他们一起做饭 一起歌唱弹琴 柜子上摆着朱迪的专辑 当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艺人 来到自己家里 该是一种什么感受啊 这种来自偶像的力量 包围着这对恋人 伴随着朱迪唯唯动听的歌声 作为同性恋的粉丝 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 曾经所遭遇的委屈 此刻全都涌了上来 痛快地哭了出来 第二天 朱迪好不容易睡着 却被敲门声吵醒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那个在派对上遇到的粉丝 米奇来了 米奇带着他逛街 散心 两个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了 他像家人一样支持朱迪 给予他光怀 爱和能量 米奇还帮着朱迪 找到广告商代言 并且谈好条件 他不用准备任何演出 只要合作 就能拿到10%的利润 这样一来 朱迪就再也不用 每天不情愿地表演 而且能缓清债务 夺回他孩子们的抚养权 虽然感觉未来有了希望 但是面对晚上表演的朱迪 仍然毫无激情 只想退缩 一次演出中 朱迪不仅迟到 还在舞台上 对观众破口大马 出口不逊 好在米奇从中调解协商 才让经纪公司 暂时原谅了他 学上加霜的是 朱迪因为常年服药 之前还做过气管 切开手术 她的喉咙 已经非常脆弱 随时都有 不能发生的可能 在这个令人心碎的时候 米奇再一次 陪伴在朱迪身边 这也让朱迪 彻底亲信于他 两个人很快 就举办了婚礼 米奇成为了 朱迪的第五任丈夫 新婚燕儿正直欢乐 朱迪的前夫找到了他 再一次表明了 自己夺到抚养权的决心 而且他告诉朱迪 孩子们亲口说 更喜欢和爸爸在一起 朱迪坚信 这是前夫对自己 和孩子们使用的离间计 但是他始终没有勇气 亲口跟孩子们求证 无独有偶 米奇回到公寓告诉朱迪 因为朱迪之前 侮辱观众的行为 广告商已经撤回了合约 他们大吵一架 朱迪觉得米奇 也是在利用自己 并不是真正的爱 面对愤怒的妻子 米奇离开了 在当晚的演出中 朱迪再次迟到 这次观众没有容忍 朱迪一上台 就被观众扔东西 他无论怎样挽回 都得不到观众的心 混乱之中 他重重地倒在了舞台上 爬起来后 迎接他的是新一轮轰炸 离开剧上的他 给孩子们打了电话 他希望孩子们 跟他说的是想妈妈了 想跟妈妈在一起 可是前夫说的是对的 孩子们确实更喜欢 和爸爸在一起的 安定的生活 而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搬来搬去的走血人生 经纪公司也跟朱迪 解约了合同 散伙饭也只有 经纪人和乐队领奏参加 表演了40多年 朱迪还从来都没有 看过一场演出 在经纪人的帮助下 朱迪混进了那天夜晚 演出的后台 但是当他真正 作为一个观众 欣赏一场演出的时候 他想起了那些 一直支持他的粉丝 他想起了粉丝 给过他的喜爱与力量 不论经纪公司 与自己有再多的纠缠 观众是无辜的 他不能不告而别 当晚的原定主唱是一个好人 他知道 比起自己 观众更想看朱迪歌唱 于是便把机会让给了朱迪 最后一次登台的朱迪 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这一次他不为金钱 不为权利 不受人控制 只为了喜欢他的人 和他自己唱歌 在演出的最后 他唱起了最著名的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这首他的成名作品 包含了太多感情 唱着唱着就哭了 他唱不下去了 这时 观众席里面传出了歌声 那对同性恋恋人 站起来继续唱了起来 随后全场都在合唱 欢呼声响彻了整个礼堂 人山人海里 朱迪向他的粉丝 以及他长达45年的演艺生涯 申请告白 You won't forget me, will you? No, but you won't 朱迪·佳兰在 告别演出之后的六个月 因为安眠药服用过多 突然去世 想念47岁 朱迪·佳兰的一生 是寻找爱的一生 也是爱而不得的一生 多少次在爱里受了创伤 就有多少次 从爱的泥沼中挺身而出 从1969年离世开始 至今已经有50多年 可是在这长达半世纪的光阴中 仍然有无数的同性恋人 把朱迪·佳兰当成勇于反抗 挣脱世俗智库的榜样 也有无数粉丝 一直在传唱这首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他揭开了演艺公司对艺人 惨无人道的管理黑幕 以一己之力激起了无数次的 代表公平和包容的反抗 深刻体会到了冷暖 最终在勇敢的爱里面 得到了自我解脱 以及灵魂的自由解放 好了 我要去听歌了 别忘了订阅我 我们下回 div 意义